6月10日,北美国际青年公益发展促进会NACEA在洛杉矶与南加州地区多个公益组织和社团签署了工作备忘录,旨在借助南加各大华人非盈利公益组织帮助留学生在美更好的过渡学习、生活和就业。 NACEA创始人刘芳做了开场演讲,讲述了时任2016至2017届董事会主席的工作历程,以及国际学生家庭关爱基金成立的缘由及现状。 现任主席王一宁介绍了新一届董事会、理事会成员,回顾了上任以来,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借读中心华语翻译,在南加州组织各种范围和类型的招聘会等相关活动情况。 通报了即将开展的中美青年公益组织交流,大学校园或社区启动女性安全教育,在留学生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调查与远离毒品宣传,以及对青年学生进行职场素养和财商培养等工作计划。 非常感谢今天我们这么多的社区的公益机构还有企业来支持我们现在的公益活动,因为我们正式的发起这次与社区的志愿者有关,包括社区服务的签约仪式,也是希望能够发挥北美国际青年公益发展租金会,我们熟悉青年志愿者以及学生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领域, 希望能够培养更多多一种的这些青年的社区公民,他们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为他们居住和热爱的社区,然后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首批与NACEA签订长期社区合作的公益组织与社团的有, 牧益基金会,原南京大屠杀美国英雄纪念馆,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美国抗癌协会,美国华裔平等权益协会,圣玛丽诺女子狮子会,南加州华人土木建筑与房地产协会,一创私人创投协会,美国皇家国际赛马会。 签署仪式特邀南加州资深侨领陶青做了精彩演讲,他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代留学生的情况, 并展示了他收藏的有关留学生在美国生活学习的珍贵的历史资料,鼓励新一代的留学生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NACEA主席王毅宁想出席签字仪式的嘉宾和赞助商代表,颁发了证书和礼品。 汉天卫视,陈阳综合报道。